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枪友们 这里是曼谷 我是枪火 今天又来玩枪了 今天拿的是 拿了三把 拿了一把格洛克19 沙色的格洛克19 就是这个枪管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不要不要再争论了 那个就是懂的 懂的人也别笑话不懂的人 说这枪管坏了的人 就是没办法 你这很多 你摸不到嘛 你摸不到 只能光看一些参数啊 普及量不是很大 这个慢慢来多关注吧 多关注多多 多学习吧也是 呃 格洛克本来今天那个傅老师 傅老师带了一把那个格洛克的那个套件 卡宾套件 还不行 就是他那个后托这块吧 老上不紧 你拆人家的那个 拆他那个 拆他那个 这个 拆他这枪啊也不太合适了 所以回去 他有两个套件 回去到时候下回拿另外一个 不需要拆了 直接上就可以了 快快装的那种 格洛克19 比较划算 就是说 就是说你 就是说你玩家来 你租这个格洛克 常见的嘛 也是好多玩家都喜欢的嘛 CS里边那个斐砖嘛 格洛克嘛 也便宜 这一天的租金是500泰铢 合人币 合人币100多人币吧也就是 反正500泰铢 500泰铢一天 不限 以前不限时间 还有这个 打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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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欢了 最喜欢的喷子 最喜欢的打喷子 过瘾 玩这个最过瘾 这个喷子 这喷子也是500泰铢 一天的租金是500泰铢 就是不限时间 玩一天 不过一般都是上午也就 最多最多11点到 然后下午两三点就都撤了 这帮人全撤了 回去了 因为你要现在的时间再不撤 你回去再晚个一个小时 不到小时左右 路上特别特别堵撤 就你不管从哪方向 只要你回曼谷 就是都得经过那块 特别特别堵 他们是为了怕堵车 所以先走了 我没办法 我这个好多咱们国内的枪粉都抗议了 说不能光爽啊 你也得把这些路出来让我们看看 就多分享吧 多分享给大家吧 这把喷子是我最喜欢的 而且这把枪 它的租金是一样的 跟狗罗克 狗罗克一天500泰铢子也是一天500泰铢子 这一盒子弹25发 750泰铢 就是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里边 那个枪火地带 还有那个网红靶场 有详细的介绍 来介绍这个东西 就像那个标价 有的玩家来咨询我 在国内玩家嘛 就说我标价写的不是很详细 因为它这个场地 它不是那个游客的那种那种 玩的那种场地 就是窗口的那种 你只能固定的站在窗口上玩的那种 不是那个 它这个这个地儿 为什么我们都喜欢呀 它这是IDPA这几场 就你玩起来特别自由 而且都是一个一个的小院子 就我们进来以后 你直接一关门 就自己一个地儿了 玩玩枪啊 聊聊天啊 特别舒服 有点那种 那种属于那种射击 射击射击界的KTV吧 那种感觉吧 不是那么意思玩 玩起来特别舒服 你来都是 每个星期我们来一次嘛 每个星期都有一次活动 我们这个俱乐部 然后接着说这个大喷子 就是你不管它叫散弹枪 还是管它叫线弹枪 都无所谓 并不重要 叫什么都可以 就是你 这东西就是好吃的 你吃到嘴里 算你的 吃上了 这好玩的拿到手里头 算你的 玩上了 就别纠结具体 叫什么 来争论这个东西 没意义 你喜欢你管它叫什么都可以 你管它叫双活 你都可以 好玩就行了 我是喜欢雷明顿 雷明顿有一款 它那个双管的喷子 那个管 跟这儿齐的那种 我更喜欢那个 那有点像贝尼利那款 但是贝尼利比较贵 我打算买一把 它是考虑落户 考虑落户的安全上 没有找到合适了 反正这个 近期肯定得入手 近期肯定得入手 一把 一把喷子 太喜欢了 太喜欢喷子 太喜欢了 尤其是那个 你拉栓的那种 拉栓的那种感觉 更舒服一些 最早 最早最早玩 玩枪的时候 玩喷子呀 就是 那会儿像那种 游客的那种靶场 完全都是保姆化 就是你 它也是也是为了安全 就是你 它接待游客嘛 毕竟游客来 大多数都是 没摸过枪的 和对枪没有了解的 它都是 所有的都给你弄好了 你站在那儿 直接来 扣板机就完了 就没有那种完全的那种 玩枪的那种 那种乐趣性 没有那种感觉 什么叫玩 就玩枪呢 玩枪你从你自己上子弹呀 包括你 对你对枪的这个了解 比如说 比如说这把 这把喷子 它这个保险是开的 这样是关上 你这样的话 你扳机是扣动不了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玩的时候 有的人容易忽略 就是你常识吧 你安全常识 你再打完 打完这个 你自己 一剔以后 你回来放枪 你收枪的时候 应该是把保险 应该是把 现在是开开 应该是把保险来关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小 这个小按键 这块 现在是把保险 是关上的 激发不了 还有就是空枪的状态下 你这个这个拉 拉这个的时候 你拉不动 它也有一个 有一个来控制这个的一包 控制这个 你看 你看 就是 在这个靶场的安全常识 就是你在枪 你打完了以后 你在收枪的时候 打完了收枪 一个是保险 一个是把保险开开 还有一个是空仓 你一定要保持在这种 这种是钢大丸 然后你在收枪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这个枪塘里头 是挂仓 在一个挂仓的状态 是让人随便一眼就能看到 这枪塘是没有子弹的 这样它叫安全 因为它是真枪嘛 它不是BB 你出点闪失 你不是打死就是打伤 而且都是同伴啊 这个危险技术太大了 所以说安全系数 安全要领这些东西是硬性的 不可更改的 今天这个 今天拿三把这个枪的配置最合适的 很就是很像这个IPIC嘛 三枪模式 一把散弹枪 一把AR一把手枪 太符合太恐怖了 只不过他们玩的都不是很标准吧 我玩的也不算太标准 就是在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吧 在能保证 我东西掉了 就是玩了开心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 反正都是玩嘛 玩就是一个开心的事嘛 就是怎么开心怎么玩吧 前提就是要保证 操作安全 因为枪这个东西 它有危险 是危险技术比较高的 能治人治死治伤嘛 这把AR9也不错 用起来很好 这把不错 我是不太喜欢这个 不太喜欢这个光苗 我想鸡苗 要不是为了救活点他们的话 我就直接就把这个光苗拆下来了 用鸡苗我觉得更好一点 这个光苗感觉不是很舒适 它这个也不是很好的一个牌子吧 这个光苗 用起来很好 用起来只要你使用恰当的话 这个精准度还是可以的 这把枪还是属于靶场 这都属于在泰国嘛 像大部分的美国这些州似的 就是AR的枪是不能连发的 除了军警 除了军警用的AR 冲锋枪或者卡拼枪 它们是可以连发的 这个靶场它都属于民用的 不可以 它就是一个 在这块控制的情况下 就是保险 保险和 和这个登发模式 就这两个模式来切换 很好用 这把枪很好用 这把枪以后我们继续来的话 都是这个 都是来用这个 刚才没注意 刚才玩的太 玩的太狠了 这些子弹就有数了 这几发子弹了 起不怕什么太大作用了 我看还有几发呀 一二 二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发子弹 十四发 留着这个 这把手枪和AR用吧 能最后能打一轮 然后我的这个 子弹 散弹子弹 还有 九发 加上这颗 加上这颗九发 尤其是 尤其是打这个 打这个散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防护 一定要注意防护 尤其是那个 他那个那个 钢珠打的那个 打钢把的时候 容易跳弹 就是你看我 我几乎 在我记忆的情况下 每次打 我都把那个 那个护脸戴上 那个魔鬼面具 把那个戴上 那我那个 上边刚 呃 第一次用的时候 就已经被弹片 打了一个 就七掉了 那个威力还是可以的 你虽说 不算太严重吧 打的你身上疼啊 所以护具 这东西很重要 护目镜是 这点是硬性的 是不可更改的 每次玩枪 都要戴护目镜 然后就打这个散弹的时候 一定要戴上那个 护脸 我建议嘛 戴护脸更好一点 OK 就这么多吧 然后打几枪 看看效果 先把子弹上一下 这把AR装10发吧 还剩14发 这把是10发 这把是4发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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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